重罪业障我慢 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 这段是大圣启训论修行最关键的 大圣启训论这么说 说银河修止观 止 就是停止妄想 观就是观照万法如患 小圣叫做内观 小圣的内观 就观不尽 苦空无常无我 无常无我 这因何修止观门呢 怎么修止观门呢 所言止者所谓止一切境界相 止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要停止你真的要修学佛道 要停止对一切外境的攀岩跟动念 因为这个外境凡所有相皆是虚望 都是生灭都是缘起的 你带不走任何东西 就刚刚讲的 你要带走那个能带走的东西 带不走的东西 你就随眼就要放下 房地产带不走 名利也带不走 孝子贤士你也带不走 你拥有任何东西都带不走 世间为我所用 非我所有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一定要彻底了解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这个世间什么都是 短暂让你用一用的 没有所有钱 包括你那个睡觉的床铺 你今天一晚上四 就乱出去外面大汤 去这面乘里就带不去 而平常那么多钱 连一块这么基本的 你在睡觉的床铺 你都带不走 你带不走的 所以直就是你一定要 天子对外境虚幻的 不实在的境界放下 这样你才会有解脱快乐的一天 你一直执着这个外境 以为外境是真实的东西 认为可以帮助你修行 那是错的 依靠外境就有得失 依靠外境就是依靠生命 依靠生命就错了 所以小圣跟大圣的修行 是不一样的 小圣叫做逆观 观不尽苦空无常无我 我有一个徒弟 他也去泰国 参学 参学就修着 我说那你师父叫你修什么 你清静的上人 叫你修什么 叫观无常 观无常 我说怎么观呢 他说哦 观这个花无常会凋谢 哦这观这个人的无常会死亡 哦关这个桌子椅子会败坏 哦通通关 关关 我说那关到最后呢 那我请问你真如是常还是无常 若没有真如即成断面 若有真如 何以观无常呢 真如是真常啊 真如是无常不早 也不住常啊 叫做真常啊 大小圣的下手处是完全不一样的 小圣观无常 有像这个《四阿寒经》里面讲的 观无常 观观观 那修到赤禅天 赤空天 变成什么 断灭 断灭法 你有没有正的真如 摄理佛就告诉他 你修行 修佛道 变成外道 我们讲空 是空掉妄想烦恼 不是连真如都空掉 连真如都空掉 没有体啊 变成断灭剑 又拿回来 摄理佛教他以后 他恍然大悟 是小圣 观无常 叫做皮婆生 逆观法 观不净啊 苦啊 空啊 无常啊 无我 大圣不一样 圆顿教也不一样 圆顿教 圆顿教 回归当下一切法无身 用真如自信 真常 真如自信 所谓真常者 理无常 也理常 名为真常 理无常 不着一个常 名为真常 那是不得已的名词 所以 大圣下手处 是有体性的 是真如有体性的 讲到这个 就很难 很难 讲相 就空无自信 跟有其自信 我们讲万相 空无自信 是说万相 体性不可得 如果从相上 来讲 相上 有其自信 比如说花 有香味 蜂蜜 有甜味 有其自信 是说短暂的 短暂的 在无情物讲 叫做法性 短暂的 体性 叫做有其自信 如果我们用 有情物来讲的话 空无自信 是指 不早一相 不立之 不立见 不早一法 不早一相 这个叫做空无自信 因为法 法法本来就无 我们讲有其自信 是因为我们存在 正如本体 但是存在 正如本体 它必须为正相应 存在正如本体 我们叫做 有其自信 如果万法都 变成无自信 就变成断灭了 均如有其自信 那正如有其自信 可是它无相 它无念 它是第一大空 所显的 正如本性 第一大空 就是绝对空 万法就是绝对空 叫做第一地大空 在无情物 叫做法性 在有情物 叫做佛性 从无情物的角度讲 空无自信 是说 因为它没有实体可得 可是它有短暂自信 比如说蜂蜜是甜的 醋是酸的 银巴是甜的 银巴是咸的 银巴是咸的 某些花有香气 某些花 像猪龙草 有些花是有臭气的 所以那个短暂的 有其自信 正如自信 讲无自信的时候 是不立之 不立见 不立信 不立相 不找一法 讲有其自信的时候 是说 它存在的正如本体 是圣能 正得第一地 大空 为正相应的功夫 凡夫没有第一地 凡夫没有第一地 好了 这就讲有其自信 讲无其自信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哦 这个佛法还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难的意思 大家那些人 没没 不知道你说什么 没没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为什么 对这个比较困难 不愿意去表达这个 发挥比较简单 发挥比较简单 我如果念你就读 如是五文 一直在书里说 书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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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比较简单 你听我 这是红法律 正量的解脱境界 这个没办法 你唱相应戒 大家去买来 还要摆第一台 对不对 大家都要唱第一 要唱得比较快 没有法 你今天你参加了法会 十年二十年 参加那么多法会 你不开发你的觉悟 你的意义是什么 你今天学悟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要解脱 法会参加了二十年 你解脱了吗 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佛法很难 大家讲得那么深 走得没办 Umbrella 雨伞 就是我不来了 这个雨伞 Umbrella 就是说我不要来 听不懂 对吗 对吗 像我们来去评欧 去评欧 去评欧 评欧就买一个 真好的道友来 给你介绍 这间马祖经 我当时就招待了四百年 四百年开始在马祖经 这梨要文公秀要来扭 这条子就中了大口 两边要比较散 叫做忠厚老实 连那一条子 一条子说要两点钟 这 这陪我这个马祖就是 怎样来 怎样来 原调就是怎样来 比较红尼团 你都招待了 一条马祖经 他去听我说两点钟 选我怎么买黑糖贵 比较实质 他不招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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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听不懂 你马祖经的 那历史那样重 那样大 对不对 马祖庙 一只柱子讲两个小时 你看人家说 帮我那边买黑糖贵 他实在了 他不知有东西吃 他才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你要讲到这个真实义 体乎没有人来讲 所以要站在一个红法的角度 要不怕寂寞 要不怕寂寞 今天也就是说 你要修直 就是指一切妄念 修观的话 观照诸法 空无自信 这空无自信 有很多人会误会 空无自信 观无常观到最后变成断灭 连真如本体都不存在 这个就是讲到 一下讲空无自信 一下有其自信 一下讲圣义无信 这个圣义无信 就又更难了 法身到底有还是没有 那法身 在能切经讲 法身不是没有意义的 法身是有其意义的 所以叫做圣义无信 法身有殊胜的意理 但是他空无自信 你看这个 怎么去体悟啊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看的 有一个人问说 啊 师父什么是法身 什么是报身 什么是硬化身 我就跟他讲 法身就像岸边那棵真的树 法身啊 报身就像那棵真的树 那个底下的水旁边刚好这个水啊 倒映下的那个影子 就是释迦摩尼佛那个硬化身 硬化身 如同水中所显现的月亮 所显现的月亮 法身就像河岸边的真的那棵树 倒映下来的影子就像硬化身 硬化身 水清净的时候 硬化身就显现 众生福报过的时候 就感得佛陀来释现 众生心水净的时候 他念佛 佛就会在他梦中显现 梦中显现 所以杜凡夫用藏六金身 就是释迦在印度那个释迦摩尼佛 我们的佛陀 我们的教主 如果是度化出地菩萨以上的 在四成天里面释迦成佛的 最高的地方 那个叫做报身 法身是离体的 那有的人弄不清楚了 为什么讲法身 一下讲报身 一下硬化身 这就是诸位 这是跟翻译的经典有关系的 八十华言翻译成 披如这那佛 密宗翻译成大日如来 密宗翻译成大日如来 这法身 八十华言翻译成 披如这那佛 六十华言翻译成 如是那佛 后来的人 变成不成文的 不成文规定了 把八十华言翻译成 披如这那佛 就叫做法身 叫做骗照 光明骗照 法界离体的佛 可是要有正义恶报 每一个人都有正义恶报 三身变成一身 一身就是三身 好 所以六十华言 翻译成 卢色那佛 这个卢色那佛 就叫做报身 不成文的规定 就叫 八十华言叫做披如这那佛 六十华言翻译的 就叫做卢色那佛 千百亿华身 就叫做释迦摩尼佛 三身就是一佛 一佛就是三身 法身 报身 硬身 那么法身是清净的 就像针的树 在河岸堂旁边 度那些根气够的 这些说佛世界 根气不够的 视线藏六金身 众生的福报够 所以释迦摩尼佛 是硬化身 是硬化身 随着愿力 智慧力 或者是业力 显现的正义恶报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华言经讲 十方三是一切众生 都是随着业力 而影现 注意这影现两个字 就是正报跟一报 在珍如的 华言的世界里面 就像影这样的不实在 我们正报跟异报 都是不实在的 叫做影线 华言经用影线的 就是正报这个设施 用X光照 剩下骨头 那么这个地球异报 用这个透视 就是一个元素 地水火红所构成的 所以佛陀在华言经说 所有的菩萨 他们是愿力 佛菩萨是愿力而成 他们也有正义恶报 他们的正义恶报 叫做唯妙庄严的世代 虽不是粗糙的世代 类似世代 但是也有形象 但是这个形象 它是一身身 能够穿过这个墙壁的 我们没办法 我们这个设施 哪有办法穿过这个墙壁 所以在这个仁学经里面 讲说一身身 一身身就是 八底菩萨以上 正得唯妙的色身 这不是粗糙的世代 虽不是粗糙的世代 也类似 类似人类的 有头 有双手 有双脚 但是就像如幻 就像画画的 可是能作用 能作用 叫做一身身 那么众生没有办法 所以法身 报身 应身 是说 三身就是一身 一身 就是三身 法身通常讲 它叫做理 理 所以这个法身 有法性身 有智身 就用图 正报 依报 来诠释 法身 有的是用智慧 来诠释 法身 叫做智慧 法身 有的叫做 法性身 有的叫做 正义恶报的 法性身 所以 它的诠释的角度 通通不一样 说实在 这讲起来 实在是 又深又广 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 接下来 所言观的 为分别因言生灭法 我们要 要观照观照 这个世间 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或者说 没有 诸法如幻 为什么诸法如幻呢 因为撒那身 撒那灭 生生灭灭 灭灭生生 我们这个色身也是这样 我们要吃的东西 形成代谢 变成能量 变成一个营养 然后分配到 我们的血管 全身 去吸收 变成这个色身 这个色身是如幻 但是你不能抛弃它 没有这个色身 你找不到法身 所以在能解经里面讲 说 无印生与法身 非一非一 无印生如果是法身 无印生坏 法身应当败坏 事实上不是 因为它不是同一种东西 但是也不能离开 无印生跟法身 也非一 法身如果离开 无印生怎么作用 你本身具足的 有法性身 有 有佛性 有这个法 法身 那你没有这个无印生 你怎么作用 也非一 非一 法身离不开 无印生 叫做非一 但是法身 也不是无印生 叫做非一 法身如果是无印生 无印生死了以后 法身就变成败坏 无印生会败坏 法身是不会败坏的 佛法 就是要深入 才能够各个角度 节理上能够贯通 所以什么叫做观呢 观照观法 种种的分别 因言生灭相 然后了解透视它的 不实在控制性 它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接受希望 就随顺 辟婆身啊观意固 辟婆身啊 就是内观 我们内观 我们射身不清净的 有大小便 我们这射身 有血液 尿液 唾液 这个射身不干净 死了以后 剩下一堆骨头 如果没有火化 会恶臭 随顺 观到内观 发现一切法无我 一切法不净 一切法空 一切法无常 那银行随顺 那银行随顺呢 于是指指住 对向上的执着 这个指有三种 一个叫做体真指 一个叫做方便随眼指 一个叫做洗两边指 如果观 叫做空观 假观 叫做纵观 纵观 这是天台 智子大师所创的 三指三观 禅宗就不是这样修行了 禅宗没有所谓空观 假观 宗观的 离两边 叫做什么宗观 禅宗没有 慈下无心便是道 禅宗的用法 跟天台宗是完全不一样 天台宗 空观 假观 宗观 不找两边 禅宗不是这样子的 本来无微物 不能说空观 那本来空 为什么要空观呢 头上鞍头 假 空无知性 假观 空无知性 对不对 还空观 观 就是有能观 跟所观 所以天台宗用的方法 跟禅宗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禅宗的方法 是单刀俱入的 那么 天台宗的方法 是空观 假观 宗观 体真指 方便随眼指 西两边指 有小指观 有磨合指观 这个讲起来 又是一大片 又是一大片 所以说佛法 卖华供了 供了就 未耻 一讲下去 你看 才讲几句话 就牵涉到 这么多的毅力 所以 有个高僧大德 居士讲说 协佛五年 不要问问题 为什么协佛五年内 不要问问题 因为回答你的 你还会产生问题 因为太难 太难 好 分别应言生灭相 随顺 辟不生 惯固 因何随顺 以此恶意 恶意就是指观门 渐渐休息 不相舍离 指中有观 观中有指 指就是定 观就是会 定不离会 会不离 定 定会均等 双限前故 双限前 要若修指责 如果你修 指 指观的指 停止的指 若修指责 记得 注意净处 端坐正义 如果你想要 学习懂得放下 指 指观门的指门 要先放下 这些吵闹的地方 注意净处 端身正坐 不宜气息 知道 气息控制性 不宜行色 行色就是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长短方言 红尘方立 难定指向 一切形象 一切有色相 通通叫做像 不宜气息 就是不宜呼吸 不宜行色 不宜外在的 或者行色 有行无行的 不宜空 因为诸法本来就空 如果说我观空 那么 头上安头 诸法本来就空 你为什么要观他呀 对众生来讲 这是一种方便 我观空 本来就空 你为什么要观他 那不是 头上安头吗 不宜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 是缘起性 是空无自性 如果你要见性 不能宜地水火风 地空无自性 水空无自性 火空无自性 风空无自性 你简单 这个人 一个人存在你的面前 父母 未生前 本来的面目是什么 没有 没有这个人 地水火风 在哪里呀 不要说 等到人死了 现在 当下 地水火风 就是空无自性 不坏缘起 是一个人 透视他 这个人不存在 乃至不宜见闻截止 不宜见闻截止 我们还没有 父母还没有生我们的时候 我们眼根在哪里 父母还没有生我们的时候 耳朵在哪里 父母还没有生我们的时候 我们拿来的绝 绝就是鼻舌身 父母没有生我们的时候 知 这个第六意识的妄想 这个知 能言的心在哪里 见闻截止 指的就是六根 外面叫做六成 好 这再讲一遍 若修职责 如果你要修止观的职 要停止这个妄想 要先放下 愧闹的地方 注意净处 端身振作 不宜气息 知道气息如幻 气息空无自性 不宜行色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不宜空 因为空 诸法本来就空 观空就投上安头 不宜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皆空无自性 乃至不宜见闻截止六根 不宜六根 不宜六成 不宜六事 根对成所产生的分别性 叫做事 叫做一他起 只要是一他起的 通通叫做空无自性 包括第八意识 第八意识就是空无自性 第八意识就是一他起的 有一个居士 写了很多书 他说我们真如 就是第八意识 把第八意识当作真如 这个错得离谱 这个实在是错得离谱 第八意识 是妄念 依真如而起 他是无自性的 所以第八意识 是有违法 第八意识是一他起的 第八意识是生灭的 是空无自性的 他不是真如本体的 只依真如本体妄动 而有第八意识的 这讲起来又是 另外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 所以不依六根 不依六成 也不依六四 有所依叫做事 能所不断叫做事 无所依叫做智 无所依叫做智 能所断叫做智 智慧就是没有能所 智慧就是没有生灭 智慧就不落入有违法 智慧能透视一切 像空无自性 有违当体极空 就是无违 不是离开有违法以外 另外有一种无违 这不是二圣人修的 二圣人是说 有违的生命里面 离开有违法以外 又有一种无违法 这是二圣人所修的 大圣不是这样子 大圣有违法当体极空 就是无违法 不找有违 也不可以铸造无违 叫做真正的无违 一切皆处 一切皆处 一切诸想 随念皆处 意献处想 那时候 我除掉这些假象 那个除掉的两个字 也妄想还是要放下 还是要放下 一切法 本来就是无相 念念 念念就是 这些妄念 其实本质不深 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境界 再加上我们逆心里面那种 无始绝的 无明 妄想 太重 所以他 莫名其妙 他就会冒出来 莫名其妙 他就会冒出来 你想控制 那一念 就是妄想 断除妄想 从真妄 趋向圣道 意思写 真如不可浅 真如也不可除 真如不可取 真如也不可舍 就像虚空 取不得 舍不得 执着不得 讲住跟无住 都不对 虚空本来就这样子 讲什么住 还无住 是不是 所以念念不深 一切法 本来就无相 本来就空无自信 念念 妄想 不存在 一切法不深 诸位啊 这句话 一切法无深 般若乃深 这句话 你要牢牢记住 真的一切法不深 般若智慧乃深 就是说 你对这个妄想 通通铲除 断尽了 智慧 圆满的般若智慧 立刻就显露出来 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无所住而生其心 所以念念不深 般若智慧乃深 那么念念不深 就是不灭啊 念念不深 既然不深不灭 佛哪有入涅槃 若说佛入涅槃 是伴佛 若说佛住于涅槃 就是伴佛 若说佛出于涅槃 亦是伴佛 何以故 诸佛本来就是涅槃啊 无所谓入 住 出涅槃 一切法 一切法皆如故 一切法本来就是真如 所以念念不深 念念不灭 就是涅槃 涅槃 本质涅槃 接下来 也不得随心外 念这个境界 也不要随这个妄心 其念念执着这个外在的境界 念了以后 后以心除心 就是师父讲的 以心除心 就是这样讲 再说诸位啊 这个叫做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 知见立之 是无明本 心打结了 比如说 我贪着一件事情 心打结 我称恨一件事情 我对这个人不满 心打结了 心打结的 心打结以后 他不知道 这个心本来是无结的 本来是同一个心体的 本来就是一条绳子的 那我现在打结以后 我想要把它除掉 可是呢 他打错地方 早有 右边拉 错 解不开 右左边拉 也解不开 那念佛的人就说 我不要解答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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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有没有打开 没有啦 没有的 就是用佛号把它包起来而已 所以念佛的人 他念了十年 二十年 这个节 一直把它包起来 他没打开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 佛号不见的时候 这个节还在 烦恼还在 为什么我念佛念了十年 还起烦恼 因为你节没打开 你不是用波勒智慧 用真如本心念佛 你这个节没打开 再精进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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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进 哇 很精进 那节没 没打开 所以这个 用真如本心修行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或以心出心 那就是不对 不可以随心 执着外境 执着外境以后 用心来除掉这个心 那就是 增加一种妄想 所以心本来就没有节 在日诸位 清净自心就这样 多好 用这个清净自心 来 这个心 对这个万法 这个清净自心 碰到好人 清净自心 碰到坏人 也是清净自心 不要先打劫 才解开这个劫 不要动念 之下无心便是道 不要说 打劫以后 我再来解开它 增加一重妄想 然后 这个绳子 本来这条绳子就很好 真如本心 你看看 对不对 很好 所以众生 了解 用本来 见性 有如此的重要 如果这个关键 没有好好地去掌握 十年 二十年 一辈子 它都解不开 不管你念多少佛 不管你诵 诵多少的经典 你很难进入 一心不乱 为什么 因为它 真如本心 没有显露出来的时候 那么 就会 妄想 维系的妄想 就突然会冒出来 念佛念佛 突然诵经 它就会冒出来 在增加自己的法质的时候 就认为自己是对的 就像刚刚讲的 是菩萨谋业 受以非以 是菩萨谋业 就是这样子 只讲自己是对的 诽谤八大宗派 诽谤别人 是错的 这个就是受以非以 是菩萨的谋业 好了 那么我们知道 不可以以心除心 不可以前念除去妄念 念头起来 就知道这个念头不存在 本无自信 你说 我今天我执着 这个心 是妄想 就放下就好了 所以 我告诉诸位 就像这个灰尘 这个底下 这个鼻翼很重要 在这诸位 我们今天 如果这个大殿 有灰尘 有一天 这个 太阳光射进来了 你看到了灰尘 对不对 阳光进来 看到这个灰尘 看到这个 当然这是比喻 灰尘 在这诸位 如果有人 拿着一只哨把 拿着一只哨把 一只扫 一只扫 请问 太阳光射进来 看到那个灰尘 能不能休息 不能 记得 用时间 把最困难的 交给时间 扫把 不要扫 放着 放着 不要去搅动它 用般若智慧 说这个灰尘 本质 是不存在的 慢慢 慢慢 沉淀 当然这是比喻 如果更了不起的 成 成本空 等如虚空 还有什么 这是没办法 还没开悟 当然就是用这个 来比喻 是不是 灰尘 不要管它 放下 用波禄智慧 了解 灰尘 本来 就是不存在的 你要关照一下 这个 贪 尘 吃 恨 本来就不存在的 记得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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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而能够解决问题 那如果说 最笨的人 就像这样 这个人 得罪我 对不对 然后 我是很有身份地位 然后就派一个人 拿钱给他 去把他 叫黑道的 杀掉他 他以为杀掉他 可以解决问题 杀掉他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查到 后来的凶手 后面的指使者 黑道 抓到了 你后面的指使者是谁 哦 是某某 名利代表 是怎么样 你本来要干掉他 要解决问题 现在你叫黑道 杀掉他 能解决问题吗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抓起来 问题更大 所以能够解决问题 就是唯一 无相 忍辱 忍辱 知道吗